情是你 不是理智 那个宗教是越迷越好啊 为什么你才是清诚的宗教徒啊 你跑不掉啊 那个把你拉得抓得紧紧的啊 你不会跑掉啊 你天天要去拜他 他接受你的恭敬 接受你的供养啊 但是佛法不数字 佛法是四道 四道是指问来学 慰问网教 你是来求学的 没有老师跑到你家里来教你的 这什么道理呢 老师到你家里去教你 你对老师不恭敬 不尊重 再好的老师 你跟他也学不到东西 所以老师并不是 一定要你对他怎么恭敬 如果存这个心呢 那个老师不是好老师 但是这里面有个道理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 比如说说个学生跟这个老师学 为什么有的学生得得多 有的学生没学到东西 你再仔细去观察 学到东西的 对老师恭敬 为什么对老师恭敬 就学到东西呢 对老师恭敬是听话了 老师怎么教 他就怎么做 他当然学会了 对老师不恭敬的 不听话了 不听话了 那没有办法了 那他当然学不到东西 所以说 百分之百的听话了 就是百分之百的公斤 可能这个里头真有道理 师徒世间教训 都不外乎这一个原则 我们在佛教传记里面 看到许多的祖师大德们 他们在年轻求学的时候 参访一个善知识 我们今天讲了 有道德有学问的高人 传记里都记载着 这个善知识告诉他 你在我这里学不到东西 你到某某人那里去 你去跟他学 你就会成就 这个学生呢 没错 果然听他的指点 到那个人的会下了 三年五载啊 他开悟了 正国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们在传记里面 看到很多很多 中国的文章将求紧急 不露锁 谈话 谈几个重点 记载的时候只有一两句 记得很简单 这位善知识 这位善知识 见这个人就像我们现在见个人一样嘛 一定问你啊 你贵姓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是哪里人啊 你学了些什么东西啊 他都一定会问的吧 这一问就明了了 你喜欢说哪一样东西 而且呢 在现代这些大德当中 你最佩服的是哪一个人 他指点你 指点你最佩服的这个人 你就跟他学 你会听他的话吗 我为什么不能教你呢 你不佩服我吗 我教你你不相信吗 你不能接受吗 远离在此地 并不是他有神通啊 直到那个地方 果然他到那里就成就了 其实谈话里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这一生 遇不到一个好老师 这个话呢 也不无道理啊 好老师 可遇不可求啊 很不容易遇到啊 遇到之后啊 你肯不肯跟他学呢 不肯跟他学呢 还是枉然了 所以一定是自己 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这个人 才能发生作用 同样一句话 同样一个道理 在我瞧不起人 那个口里都说出来啊 根本不能相信啊 不能接受啊 而且还要骂他 我们心目当中 最佩服的那个人说出来 那如奉圣旨啊 就马上一觉奉行啊 那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你要问 我们自己将来 能不能有成就 很简单 你要自己回家 好好想一想 哪一个善知识 你最佩服他 死心塌地 跟他学 这样才没错啊 你才能成功啊 如果是你喜欢的善知识太多了 那你那个恭敬性不是真的 是假的 你的心是很乱 变化无常啊 不但佛法 你没法再修学 世间法 你也学不好了 无论是法佛法 要想学好啊 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一门神父 尤其是佛法 要真正能够学好呢 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你一生走的是一条路啊 这一条路好走啊 两个老师 是两条路啊 差路啊 你怎么走啊 三个老师是三岔路口啊 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啊 你完了 今天年轻人 好羞的人很多 为什么不能成就 都在十字街头 无所事从 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 即使学服 不但亲近一个老师 还要专修一个法门 你才能有成就 什么成就呢 得亲近性 主要知道 成就是你得亲近性 得亲近性的现象